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 爱情当中真的不能只靠感觉 有时候外表真的不代表一切 所以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外表专一可靠 其实满肚子花花肠子的星座都有哪些吧 白羊座白羊座一直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对感情非常专一的星座 其实这些都只是表面 白羊座只是在乎别人的看法 所以才会把自己伪装成是一个非常炙手可热的吃情绒的模样 为了别人的好感 外表装得非常可靠的模样 其实内心里面 满肚子都是一些花花肠子的想法 在没有熟人的环境当中 白羊座就会发下伪装 四处勾搭各种异性朋友 甚至是做一些过分的事情 也有可能 巨蟹座巨蟹座的外表看起来 就像是典型的居家好帮手一样的感觉 在巨蟹座存在着的环境当中 几乎就不需要担心一些基本的生存能力了 因为巨蟹座的动手能力很强 所以像是一些基本的生活常识和生存能力 对于巨蟹座来说 都是再简单熟悉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基本都是很少会有这些常识和能力 反倒这样一来 就会对巨蟹座产生意外 觉得它们非常可靠 殊不知 其实这就是巨蟹座 花花肠子 中的一个小阴谋 狮子作诗 子作的外表看起来 就像是对感情非常专一的模样 它们的意志力非常坚定 这是从它们的表情和眼神当中能够感受到的 但其实这些都只是一些表面功夫 想要真正了解狮子作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狮子作很擅长说谎和伪装 它们想让你们对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就会在你的面前表现出怎样的性格 通常是一百个认识狮子作的人口中 就能够有一百个不同的狮子作 水瓶座水瓶座的内心当中 有着非常多的不便与人数说的想法 加上水瓶座本来就不喜欢和别人谈心说事 所以就会有很多想法 都在没有比较和对比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判断它们是否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 于是水瓶座在很多的为人处事方面经常会吃亏和得罪人 它们远远没有外表那么可靠 在这份不是水瓶座水瓶的方法 也不是油温的 你会喜欢吗 这一点都让你给我买了 我会不会打算你喜欢 这个给我买到今天 好像还有一多多小的酯 你会想的吗 我会想的对比较淨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